台湾截出防疫表现国际有目共睹 连带让许多义务活动也开始陆续松绑 NSO国家交响乐团就率先跨出第一步 将于5月24号、30号、6月12号 戏手公式在公式网络频道与公式PASS OTT影音平台 进行三场全球直播音乐会 音乐总监吕肖家透露 很多愿民一起反应和使能再听到NSO现场演出 很多国外音乐界友人也都表达羡慕 表示会锁定时间收看 吕肖家强调尽管还在防疫期间 但透过直播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现场演奏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 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最近的 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 在一个还在一个防疫的前提之下 安全的前提之下 能够做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呈现 为了维持社交距离 同学们在台上演出 尽可能戴口罩 作为安排更必须拉开距离 困难的一点就是因为大家距离的远 尤其是从最右边到最左边 那几乎不太可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所以因此虽然这个人是比较少的 可是我在指挥的时候动作要特别的大 让大家看得清楚 三场直播音乐会 前两场女校家安排了德伯扎赫 柴格夫斯基 莫扎赫的小夜曲 第三场则线上贝多芬的第五号 交响曲命运 以及第七号交响曲不畏月明的心灵 中午面台记者洋人想象招伍伦 台北赛报导